我們那些印度的東西就不用問我了 暫時全部還沒回來 但是今天就在飛機上飛過來 那你又在香港包裝了 因為你的產品 那你又在香港包裝了 因為你的產品 我想過兩三天 iWeather 其實就是這個 首先我經常看 為什麼每天跟他聊天 為什麼你每天的膠囊都是這樣 你很噁心的 然後引渡老闆跟我說 其實這一隻是給素食者都可以吃的 所以他們統一用這個膠囊 因為其實膠囊是很大問題的 可以有很大問題的 所以好像我賣那隻靈芝包子 我都不是賣外面的膠囊 我本來想加膠囊下去的 我都是決定最後 為什麼呢 靈芝包子既然我都吃開 我家人都吃開 我就OK的 如果你加個膠囊下去 你怎知道膠囊是甚麼 如果膠囊可以拿東西 又不是拿東西 如果你加個膠囊下去 你怎知道膠囊是甚麼 所以原來膠囊是素食者都可以吃的 他應該的貨都到了 在香港了 等清關 因為現在很慢 好像我拿車牌都拿了兩三個星期 我拿車牌都拿了兩三個星期 等清關 清不關之後 他們就會盡快 貨都會到我那裏 等清關 清不關之後